大家都寫完了,我們就來公布答案囉 第一題就是台灣現有三座核電廠,運轉四十年會產生多少顆原子彈物? 我剛剛已經限定了,已經有人提供了答案,就是三十萬顆 然後布,布是拉丁字的字源是希臘神話裡頭的什麼? 寧王,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寧王? 是死亡之神,對 布的半衰期第三題,布的半衰期是兩萬四千年 所以要減成千分之一的布的租金需要多少年? 四萬年 四萬年 對不起,是五十萬,這個數學 這就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對,所以這個是,標準答案是五十萬年 對不起,我小曹 第四個是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接觸到的輻射量級 一般是在零點零五個維西狗 然後呢,我剛才量到這邊呢,有零點零六 所以我們這裡還不安全 因為它其實輻射是有點,是流動的 所以你要測量一個地方的輻射值 其實是要大概測量大概八次到十次 有的地方數字有點不準的話,甚至要二十次 那這個地方零點零六算是非常安全的 接觸到環境只要維持在零點二維西狗 每個小時以下都是正常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超過了二十,就是緊急狀況,就是核災 短時間超過一百核西佛 其實就會對人造成傷害 請問你關心過你生活的輻射值嗎? 前面都是被證,沒有 我們現在以後是不是想有機會 稍微關心一下 因為根據劉立元小姐的測量 還有主婦聯盟他們即將發起一個測量活動 全民來測測,就是利用我們這個其實就是 兩千多塊 一千多塊兩千塊都有 你可以放在你皮包裡放在你的口袋裡 然後就來試試看 來測一測,然後測到一個平均值 你可以就是上他們的網去點寫 這樣子的話,因為有核電廠的國家像德國 他們全國就有兩千至少兩千多個 輻射站大型輻射站再來測量 然後他們有所謂的輻射地圖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未來能夠協助 主婦聯盟來一起建立這個輻射地圖 從這裡哪裡可以來得到這個 這個主婦聯盟有在代購 這些都是 我們基金會沒有 因為他們是大量的 因為他們要建置 這個輻射資料地圖是他們要建置 所以他們會幫忙協助代購 可以去上網跟他們去駕馴 兩千多塊,兩千多塊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上主婦聯盟的這個網站 第五題很多字 台灣有四千八百萬瓦 總裝置容量 一年最多可以發四千兩百億度電 這是一個數學 台灣用電最高峰是三千八百萬瓦 歷史最高年總發電量是兩千四百億度 你認為台灣的電夠不夠用嗎 這是我的數字 如果現在發生核災 請問你跑到山上 跑去機場 回家還是留在室內 啊 機場 沒有去機場 其實是看你在哪裡 當然如果說是得決一段時間的話 留在室內是最理想的 但是如果說要是一個比較長時間 中間就會有過程 可能是比如說我們昨天去看 那邊有一個論壇 有叫請提籃 新北市台北市的消防局 其實就是有一些中間的集結點 到時候要一切休憩廣播 等一下才有問題了 台湾號只有往台上跑 哈哈哈哈 這個是一個江大叫做出發 因為他是上次王英明在做這個 做了好幾十次這個大型演習的時候 最後只有個結論 只有軍艦集結在外海 因為風向 白天會吹什麼晚上吹什麼風 後提不在那個爆破點對不對 所以這個應該只有一個答案 就是往海上去 只有這個答案 其他沒有 因為本人是在從事核電18年 所以很多事情 我發覺就是現在大家反核 反而是戰槍打鳥失焦了 很多問題你挑了都挑錯了 譬如說藍宇那些 那些那個都是根本就是 好像是廁所衛生組 因為他是有複色的協議 但是他幾乎低到就是說 那個東西跟我們不要去處理 也沒有關係 那個來與那個方姐 那個那位先生 坐實在 那個是試著蹲在地上 跟我們那個老子喝酒這樣而已 他那個很不好的 我們現在反核 不是說反核 我們在討論核能問題 就基本上就是說 其實說老實話 核能是一個非常非常安全的東西 除了奇異的東西以外 只要是Wayson House的 那是很安全的 那為什麼會跑出奇異來 就是商業問題 大家都賺這塊大筆 一個核能電廠 你看 他剛才一上來就 八十億美金就 哇就是蓋兩座核能電廠 當然台灣所有工工工業 都是要花五倍價格 這是大家都因為貪戶問題嘛 對不對 那現在問題就出來了 就是說 311給我們一個教訓 就是什麼東西 因為人不能跟天鬥 所以就是說 主持人剛剛講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核能 基本上他的輩子是四十年前的設計 四十年前大家記住這個數字 所以現在我們要研究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不夠深入 因為沒有去把這個 最回位獲首 311這個市主 就是以前曾經學生最大的電力公司 叫做東京電力公司 我去訪問過 那個福島 一號就是五部機排在那邊 二號就是六部機排在那邊 然後呢 裡面第三號機 但是還沒有花的問題 第三號機是最可怕的 他就是剛才講就是說 大家一直講就是說 你炒這個核配料 其實你炒做焦了 因為 當初買這個核配料 荷蘭調的時候呢 你就跟美國有簽約 為什麼 因為房子核配是擴散 所以呢 台灣最乖的 這個 你要開蓋的時候 你就要照相 你就要留意什麼之類的 這邊都是根據核約的 本來 美國就有義務 要把所有的核配運回本土去 但是呢 現在因為 美國本身 所有核電廠 只要加什麼 不管是什麼 我們去的時候 根本 關那個實驗性的那個 其餘的三個人全部都被關掉了 公益投票都關掉了 公益投票都關掉了 連那個不發訂的都知道 後來就不再蓋了 美國已經接近40年沒有蓋核的電廠了 所有的他 他他他賺什麼錢 他就是 你不知道是烤 對不對 備炭 就是幾個公司出來 他就第一包 顧問包就拿到了 第二包 你只要是你就發現就是 你只要這個聯合者是 全是其餘的話 發電機 其餘就是Westin House 因為他已經吃走這個錢了嘛 因為他已經吃走這個錢了嘛 所以下方給誰呢 下方就是給Koshi 你看的時候 那個環境都是他們做的 他就這樣做 對不對 然後現在311個人最大的教訓 就是什麼東西 各位要記好 就是說 因為你們要去把所有這個311 發生以後的所有 YouTube上面的這些都要打出來看 MSK是訪問那個當初設計的 那個土島的那個那個基礎 那中城市 他一臉驚亡 他說不是我的錯 我們當初設計 只有抵擋 心急地震 可是我們今天這個地震是九級 九級 九級這剛才 主持人剛才講的 就是剛才的二的十字方 就是對數 我知道我知道 我現在告訴你說 大家不要失交 你現在想要打小鬧的時候 你再被這些專家把你牽著走 你現在只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能夠抵擋到九級以上的地震 就只有這樣子 因為現在東京電力公司的報告 他自己做的時候 我這個東西不是因為地震 是因為海嘯 那裡就很簡單 就是說沒有地震哪來海嘯 他不是夏威夷嗎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海嘯是從地震來的 日本國外也非常可愛 他就配合東京電力 他說這個311是人為舒適 哪來人為舒適呢 他是地震人太大法 所有系統全部都破壞掉了 所有武道防護全部都破壞掉了 這是真正的天災嘛 他只是說 像這種東西 你要不要用 你居然有意念之間就是說 當這個東西它發生的時候 它是一個無窮大 成在一個東西的時候 什麼東西還是會變無窮大的 這數學上不用討論了對不對 那你民眾 你就要自己去決定 你要不要用這麼多電 那不要用電的時候 不要什麼 你要怎麼樣去解約 跟主持人講 這個東西你一定要往這方面去 美國人 我告訴你 如果核電這麼好 這很久 美國人一定是窮發在核電的 但是美國能源負債 他們自己都在希望 在2020年之前 北美所有的發電 你們再聽好這個數字 所以你們不要被這個專家 這樣亂上去的 他希望在2020年 北美的所有發電 是30%這種小型的風力發電 所以小型風力分 就是1K瓦到10K瓦以下的 那因為他們的他們 曾經在美國住過 大概知道就是說 他們房子很適合做小型風力 非常容易做 那台灣沒有的時候怎麼辦 有沒有 謝謝謝謝 我們就是 這個不是個人論壇 所以說我們就是 好好好 那你們不要我們這邊算了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我們會要跟您聯絡的方法 我們會私底下請教 非常其實很寶貴 能夠看頻道專業人士的 寶貴的意見分享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等一下去拿一下聯絡 然後當然下面還有 有一些比較個人的選擇 就是第七項 你現在個人對於個人發展 你的立場是什麼 讓我們做一下小小的民意調查 然後呢 如果您願意要參與 接觸核電廠的行動 請回答以下的題目 請問您上過台電的網站嗎 看過今日電視 第資訊嗎 我們要知道就是大家吸收資訊的習慣 第九是看過原子能委 為了核電監督資訊嗎 第十個 您認為您最需要哪一方面的訊息 麻煩停一下好不好 然後呢 這個我們要回收的 抱歉 這個這非常重要的 就是 您願意加入職工 班人整個聯合職工嗎 您可以幫助什麼 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 不管是不是職工 只要您願意把您得到的訊息 像你的家人 朋友 像你所遇到的人 跟英文界的關鍵的人 能夠做一些分享的話 其實是最重要的 然後如果願意的話 麻煩把新年手機 或者是由電子郵箱 告訴我們 我們以後會辦很多的講座 不是我個人講 那目前我們辦六講 我們都是以各個專家領域的人來講 所以我相信各位可以聽到更深入的資訊 到今天就是旁邊的影響 真的是來分享我們的幸福 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